OK好,我們今天是大亂鬥,所以會有其他人的聲音,他要亂聊天沒關係 因為這是大亂鬥 有在錄喔? 有啊有啊,這樣就有在錄啦 等一下就 之後就有人聽到聲音 然後 真的啦,隨便啦,不是大亂鬥 然後我們今天講Linux,然後順便講MagicMagic 然後旁邊葛愛人仙,我說一個他做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SimpleCapture,對不對 SimpleCapture的 Code怎麼跑出來的 所以我要先去找SimpleCapture的裡面有個 不是Generator,Generator是指他那個 View那個Configure,或是View那個出來的地方 所以他應該有一個東西叫做 叫做什麼,Image嗎 好像其他沒有什麼像喔,好像這一個 有了,好 你看到沒有,減咧 懂我意思嗎 這些就是參數啦 這些其實就是參數了 那只不過你要去 Tike主要啟動點,他應該在 這邊 然後所以他是從ImageCube開始做 Perminus開始輸 Perminus從這邊開始為起點 他加了一大堆參數之後 他存成了TempleFile OK嗎 就是一個暫存的檔案 然後就直接丟出去或是存起來 他整個流程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把他仿製過來另外做 然後我們先去看一下他的 Style的Due 這個是他預設值 那預設值其實上面這一個 其實他的預設值就是上面這個 所以我們把上面複製下來,下面貼上去 這個東西就有了 好,那我們試一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 ImageMagic 這個 它的執行是叫convert OK,他叫convert 那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複製貼上的動作 所以這邊是convert 然後呢 注意看一下他這邊是從 這邊為開始 DUP我記得是clone的意思 所以是上面這邊 clone下來複製一份 所以這個 在最前面 然後 Sleeve Red 我們插紅色就好了 不止 貼上 OK 然後呢 後面繼續加 然後所以Size Size裡面有個是用Hubchart的 ImageSize 然後我們要去看ImageSize怎麼寫 ImageSize 我記得是用乘的 我直接自己先試試看 那錯錯的先不管 所以這邊打到 故意而搞打到500乘以 500好了 然後再來是Wave 這個是那個波動的意思 就是 它會有那個晃動的意思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它亂打 比如說 打一個 我不確定多少 打個 0.5乘以 我現在我不確定會過 不管我們就試試看 然後這個是重心 重心在中間 我記得這是重心 以中間為 為主 然後 PonySize 這個不知道什麼 我看一下 隨便 隨便打看看 算了 算了 我不理它 好 然後再加這個 看它會不會出來 YA 不會出來 因為掛掉了 那 那怎麼辦 我想一下 呵呵呵呵 我記得我們的 這個 Iinroot 對啊 等一下 Od 的 Sharp裡面有 就是 我記得它 Gymfile裡面有 加 SymbolCapture 然後它在登錄的時候 那個頁面的那邊有 然後它其實 按起來之後 你就可以玩得到 那 我先要去 找一下我的IP IP這個 然後 然後 RELS 我說一下其實 RELS有跟你講 它完整指令熟啦 可是 通常你沒有在注意 好 那我們去玩一下 譬如說 這個 Sharp 這邊其實有了 這張圖有出現了嘛 所以其實它有一個指令 叫做 Conver指令 等一下 它沒有顯示出來 看一下 SingleCapture SingleCapture InsertInto 我記得它有 我再看一下 讓我找一下 靠 它後來沒有顯示喔 好吧 我們去改扣 我看一下 StarGate 那個PRY那個怎麼寫 那個Source的那個 不容易 修Source 對 修Source是不是 我看一下 不行 我裝PRY 這樣好像沒有裝 討厭 PR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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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吧 那個跟PRYR 它是RyRs專用的啊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阿不然它會變那個 那個一般的RyRyRs 對 反正它的你的Console要變成它 所以你就是要用PRYRs 就這樣子而已 阿不然它會變那個 那個一般的RyRyRs 修Source 對呀 OK 它是修 體現 Dash Dash 還怕不對 OK OK 高級貨在這邊嘛 對不對 這是Source 我其實會建議如果你平常啊 人生過得太無聊啊 去玩一下人家Source 那 所以這邊 這一盤是Radis 那麼屌 我應該要去找那個 img 那因為我們要把它印出來 它剛剛沒有印 所以你其實可以插扣然後把它印出來 所以 插扣就會變成這個 這個是 temp.new TempPath 欸 等一下 Farmus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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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後怎麼執行的 喔喔喔喔喔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真正 真正他跑了什麼東西 這一段 對吧 所以你這邊就只需要 Pulse 我們只需要後面這個,前面是convert 因為他debug mode沒有列出來,我們乾脆自己強制把他印出來 所以你去跑play一下就好 那所以等一下我還喜歡做一件事情是 確保我看的到就是 我絕對看得到,如果他有的話 然後realss 好,然後重新整理 他還跑剛剛call 好,然後下面這一行就是剛剛執行的東西 真正執行的call就在這邊 好,那所以呢 他既然執行這個,所以你複製貼上也會有東西 好,那我們其實已經執行完了 那可是你看不到他什麼東西 那我丟我本機執行給你看 我本機也有一個叫做那個 看一下我的消息 好多垃圾 OK,那我剛剛執行那一段,一樣的 好,結束了 那open點 他會 哎 等一下,他到那個tame去了 那 等一下,paste也要改 這個 然後呢 這邊就有一張圖片了 這個圖片就是這個 懂嗎 對,就是產生這張圖片 所以這邊 你知道這個語法之後,你就可以開始改 比如說 Size Size 改到乘以2 比如說200 然後 56 5300 好啦,你開心啦 5300 然後 Wave人家是到0.8多center 然後 有的沒有的 Label是你要填入的那個文字啦 比如說 L 有 OK,然後再給他檔名 改一 OK,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填的東西 OK吧 其實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以 如果你會寫convert,你會發覺你convert的就是後面一大堆的指令,然後就可以變出一張圖片啦 就這樣子 他的主要目的 所以像是 那個什麼 PaperCapture PaperClip PaperClip就是上傳圖片那個有沒有 他不是上傳一張可以切成很多張嗎 對不對 他其實都是用類似的指令來完成 那你真正的要看那些指令到底有哪一些,其實你要去ImageMagic的官方網站看 然後 Org 等下等下等下,這邊很容易迷路 哪一個 Reference Example 我建議從這邊來看 然後 然後 誒 是這邊嗎,等一下我看一下 他有一個Document 比較久的 啊對,是這一份 這一份 誒,這一份是全部的 所以他指令非常非常的多 這一份全部的 然後我記得他有 他有,誒不知道有沒有 不是在這邊 他有一個地方 有個Example 就是 你可以去看他實際的狀況 可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好久沒進來 這是我畫的 喔,對對對,是這一個 是這一個 這一份裡面就有一大堆 誒,沒有了 我記得有一份裡面有一大堆奇怪的Demo 然後他就有一張一張的圖 會畫給你看他的 前後的不同點 我再找一下好了 啊,這一份 對,這一份是舊的啦 這一份是V6舊的 可是他裡面 就會有一堆類似這種圖 然後他下了某一些指令 會有不同的東西 然後像是Basic 這裡面就有這個 這個V6邊就一大堆的圖 然後他就會說他到底幹了哪些事情 為什麼可以這樣拼 然後包括他有一些 影像處理的部分 他旁邊都是很小的圖 這些圖都是他的 Demo code 我說一下他其實 我記得有一些圖是沒有圖的 是他程式碼裡面就有那張圖 所以你直接呼叫他的時候你就可以直接用他 懂為什麼 他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辦理的圖片可以用 就他程式碼裡面有 他有一些不確定啦 有一些是他可能用處理的方式做 然後 這邊其實有點生硬 可是你會覺得你就去慢慢去看 然後人家就會跟你講說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像這個是用拼的 四張圖拼成一張圖 就多張來拼 然後 或是做一些處理的方式 包括文字啦 那種寫什麼 顏色之類的 方式都可以做 GIF Animation 你可以把多張圖拼成一張圖 然後而且讓他可以跳 OK 然後 還有很多啦 反正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絕對不是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好不好 然後所以你看到圖片處理大概很多都是從這邊 包括 我們家 PHP PHP比較怪 因為PHP本身有另外一個套件他叫做 GD 有另外一套叫做GD 然後另外一套叫做ImageMagic 然後後來我看人家比較多用是用這個 因為他功能比較多 然後 可是他跟GD 有一些抗爭啦 那個就 不多說 反正就看到 很多人喜歡用GD 然後很多人喜歡用ImageMagic 對 好那這邊就 先略過 好那你知道什麼ImageMagic 是不是 好 好 那 還有另外的東西叫做 Emplayer Emplayer 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那個播放器 OK吧 然後 說這個是多說的 然後 他其實有 可以裝到Linux下 那 他有另外一個套件叫做MinCoder MainCoder 對 OK這邊我不裝 因為他裝的東西很多 然後我只大概解釋一下 他連差異那些東西都要裝進去 因為 MainCoder是隸屬在那個什麼Emplayer 裡面下的一支Library 所以你裝那支小的勢必要連那個大的一起裝 好 好 那他能做什麼 他能做到的東西很多 首先 我弄一個 那邊不能弄 那邊好像已經賣掉了算了 我說一下我以前做的什麼事情 就是 譬如說我可以上傳影片 影片上傳之後 可是 你的瀏覽器可能 像以前時代只能播放那個 FWR Vida 就是Flash的那個影片 那 因為你前面可以看一個Flash的Player 然後去播Flash的影片 這當然OK 現在可能是都是播什麼 MP4或是什麼 那個就什麼 Web V 的影片 那 Emplayer裡面的那一支 MainCoder 可以拿來做轉檔 就是你連RMVB 什麼東西 只要Emplayer能播的東西都能轉 所以你可以用下指令的方式去做轉檔的動作 那我看一下有沒有指令給你們看一下 Decoder 看一下喔 這個東西很久了 然後 我們去找一些影片 比如說 Demo.mp4 Example for HTML5 耶 對 然後我們去丟一個 MP4的檔案 然後我們去 拉回來 ㄟㄟㄟㄟ 我們要中 OK我們先下了一個MP4檔案 對吧 然後呢 我們去看一下他是不是MP4 Linux現在用一個file指令就可以看出那個檔案的真正的類型是什麼 然後 他用的是他的header 就是一個檔案最前面的集碼 來判定他真正的檔案類型手 所以這個東西確定是一個MV4的檔案 那之後我們可以做轉檔的動作 就是你在Linux現在可以做轉檔 等一下 所以我還是要裝他對不對 好好裝 等一下 你跑到哪裡去 這好像要裝很久呢 150MV這邊受得了嗎 這好像要裝很久呢 150MV這邊受得了嗎 我錯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人家裝 裝APT就對了 好啦這個話題先略過好了 然後我先讓他跑 等一下我應該 再轉輕不理他 然後打 tmax 等一下 錢那個拿出來 我背景 蛤 什麼呢 我背景 沒有啊 用tmax就好了 然後cdp cdc 貼啊 然後 你去跑然後我還可以別的視窗玩嗎 對不對 那 沒有反正下面有兩個 這有兩個視窗 所以我 我可以去切任何一個視窗歷史 Tmax就可以這樣跑 看他 看他 19% 有機會有機會 我說一下他其實就這樣子就結束了 就是 你用名coder 然後 什麼檔案 然後什麼分 這個叫解析度 分辨率隨便 然後可以copy出一個另外一個檔案 他就說別的輔导 所以LINA是下影片轉檔都這樣轉 沒有人用奇怪的方式 你連RVVB什麼東西都可以轉 然後下個指令就結束了 然後他下面就跑個 我記得有沒有跑進度條 忘記 反正他就可以做轉檔的動作 啊這個 這等樣是 好 好 那LINUX下面還可以再玩的一些東西 是 之前的東西就是 LAMP 啊什麼是LAMP 這個東西這個語句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 這個東西叫Apache A-P-A-C Apache 然後 LINUX 然後 MySQL PHP OK LAMP 那 你把前面的Apache 改掉然後改成 Mac還是OS X 就會變成別的 然後他是另外一套軟體 然後 包的組合不一樣 會說他的原因是因為我建議如果你去玩LINUX的時候 如何學會管一台Server 然後請去玩LAMP系的東西 那我建議你去玩這世界上有一些東西要玩 就是譬如說 opress 然後 Gina 喔 還有什麼 欸 Drupal怎麼拼 Drupal OK OK我先舉這幾個啦 那其實還有更多就是其實我以前在玩的時候都在玩這個 嘿 可是那時候我看到PHP寫法我就覺得 他媽我這輩子不要寫PHP 可是 並不能阻止我玩電腦或是玩PHP的動力 我只是不不喜歡寫它而已 OK 那其實他下一下然後架一架其實就可以玩了 那 你其實就是去玩Apache 然後你之後就 會去管到Server 比如說我一個網站 如何支援 沒有我一個IP如何支援多個Domainnet 你可以就可以去玩那個 Vegiohost 系列 然後還可以去做一些全線管理 因為Apache裡面有那個什麼 HTP PWSS 這個檔案可以玩 裡面就可以去做一些基本過濾的動作 那 P線嗎 欸 P什麼 HTP HTP 對對對是這個 對不起 是這個 然後你裡面就可以去設定一些那個 存取權限的問題 裡面都可以設 然後有一些東西會教你去做 有啦 類似這個東西 Option index 這個東西其實也可以設在Apache裡面 就是Apache設備裡面 啊 Anyway這邊是另外玩的東西 那另外這三個東西都可以架來玩的原因是因為它本身就 像是 Webc 後來開發到很像CMS系統 然後 這兩個系統就是原生做CMS的 就是 Covermanager 4層 那 如果要幫人家做網站的 最快的方式 絕對不是自己寫 因為自己寫很慢 你不如就直接幫他加這個 讓他直接可以online 然後直接用 對 啊你 可能需要就只是幫他換一下外觀啊 圖換一下 內容換一下 其實就可以漂洋上線 讓他的商令可以先按起來 讓他基本運作可以有收入 來說啊 之後你就可以 那個 待在那間 公司慢慢存 反正東西已經做完 然後可以有基本活力了 好 欸我說一下 我第一份工作其實就這樣子做 因為我第一份工作是去那個 一間印刷店 去幫他做 然後他們需要一個網站 然後 我 我有跟很多人說過就是我 我一進去面試就是說 你們網站做很爛 嘿 然後我隔天就上班了 然後 我這樣最快嘛 最簡單直接嘛 然後我其實一開始就幫他加一個Gina 然後讓他可以跑 那其實他們 他們一般的 他們就比較不會有怨言跟意見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幫他開發額外的東西 就周邊可以慢慢開起來 那可是他他們一定要有個曝光的東西 OK 然後Gina本身的網站也是用Gina架的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所以這個網站也是用Gina做的 Drupal 一樣 我記得這個也是用Drupal架的 他們既然要Promo他自己的時候 好 那當然 後來我不建議你們自己首課 因為 Gina 等一下我點錯了 等一下淘寶去了 然後 那個 Gina跟Drupal我不建議自己課 可是你 我 可以的話 其實我建議 那個花錢小宅 因為你自己課會課太久 那 比如說什麼 Gina 這間 你記得火箭在前面就對了 你記得火箭在前面就對了 裡面就有一大票的那個外觀庫可以用 而且很便宜 很便宜 那 我看一下隨便點個 好吧 我要先點類型 點外觀庫 OK 然後 怎麼那麼少 我看一下 DESIGN 好啦 隨便點 你就去按DEMO 然後還可以去Download 然後我記得他上面標記59塊美金 可是他的59塊美金怎麼算呢 是你加入會員之後 從歷史開創以來到現在全部都你都可以下 那叫59塊美金 對 然後有別的 是賣一套一套賣 一套一套賣 每一套價格大概在 1塊錢到10塊錢美金中間 你請一個美工 一天工錢多少 你知道嗎 你花個10塊錢美金 你就可以解決掉多少事情 你之後呢 你就把那個什麼 那個 圖啊 換掉啊 什麼東西換掉 其實這個東西就可以動 然後 對對 Anyway 然後你之後就可以號稱做我的全斷工程 好這些都是人家的那個 那個東西 那其實就可以抓下來用 然後 你會發覺其實他 他其實很堪用 而且他會給你非常多功能 如果你真的下載他的 實際的包裝的時候 只不過你可能要照他的裡面的一些說明去用 不是自己去亂 因為他有一些 特殊的外掛在做 OK 然後 屁屁屁屁屁 有啊 可是 最近入侵是這一個 災情慘重 災情慘重 好 好 那LM 不是一次都一包嗎 一包 一包就是 那個外觀庫的完整的包裝整包給你 啊只不過你的 你說如果用這種GINR的話 但是一次都一整包 已經SERVER 都有嗎 沒有啦 他只給你檔案啦 檔案 我不是有給你用那個 A11的Template 類似那樣子的東西 丟給你而已 不是 我是說要用這個SERVER的話 GINR應該是用這個 不是啦 他是一套很像握不會SERVER的東西 反正他就是一套軟體 然後架起來就可以跑的東西而已 嘿 對 今天應該來不及講整套LMAP 所以我先略過 反正你就是把APA系架好 PHP設定好 之後你把那個GINR的SourceCode 就是我們去GINR給你看一下 GINR這邊 這邊就有完整的包裝就可以下 你要下哪一個版本 然後複製貼上到那個SERVER那邊去 然後全線設定對 之後呢 你把INDAX開起來之後 他就引導式安裝 你的WEB就是一個引導式安裝 然後他就會裡面就是說 你的MySQL Server在哪裡 然後你的帳號密碼是什麼 你要裝在哪個 DB下 然後有些設定 裝完之後你就有一個 很基本的 像這個網站的一個 最基本的網站 然後你可以登錄到後台 然後去做一些管理動作 審票流程這樣子 可是那個 通常都是空的 一些很醜的東西 所以你勢必要 把它沒關一下 我剛剛說的是人家賣 已經沒關好的那些 外觀庫 給你的東西 好 然後 Apachi玩完了 然後呢 再來是一些 管理的東西 詳細我不 講太多 因為 每個東西都玩不完 然後 等一下 我看一下我裝完了 應該裝完了 耶 我裝完了 然後 這是剛剛的 這個 我們用連這個 那所以 它來源是 WMV 然後轉成AVI 對吧 所以呢 我們去 等一下 我複製沒 CD 我們在這邊 它在small.nb4 所以貼上 然後我們把Source檔案改成 Copy Overwrite True this try 等一下 我記得 這邊應該不用 No video 算了 偷懶 我試試看 因為這邊我好久沒有用 喔 它不給我用 PCM 算了 我還是乖乖打喔 OK 好轉完了 剛剛在轉檔 剛剛在轉檔 我再轉一次啦 我再轉一次啦 沒有啦 這是temp.mp4 這個是來源是small.mp4 OK吧 那所以我們打一個AVI來看 它其實會轉完啦 然後 還有什麼東西 MPG OK 轉完了 啊 好啦 我轉這樣 我自己都不相信 我自己轉完了 然後 然後 我們去複製出來看 我們剛剛有一個 奇怪的資料夾 然後 那個什麼 4.6吧 然後 斜線的 米點 我複製出來播好不好 然後AVI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MPG OK 這個檔案看起來有問題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們是small.mp4這邊開始 希望不會跑出怪怪的東西來 我確定它可以跑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其他的東西可不可以跑 OK啦 OK 所以我們繼續再看一下 我們別的東西 OK 然後呢 你要去驗證它是不是 原始的那個檔案 是 通常它的檔案大小 欸靠 怎麼都一樣 等一下 我說一下 這個是檔案格式的關係 因為你轉成同一個 可是它沒有match到它的副檔名 所以你的來源格式那邊是有問題 就是指令是打錯的 可是其實你可以看一下用file的方式去看 應該可以吧 ISO MP4 V4 那跟這一個 是什麼 OK 這個確定有轉過 對吧 所以通常Lina下轉檔沒有人在用 開UI GUI 因為機器人不會開GUI 他只會下指令 所以 類似這種指令一個就結束了 OK吧 好 好 那轉影片 那個 至於圖片轉檔 圖片轉檔 我做給你看 就是 比如說 圖片轉檔超簡單的 就是比如說 eco deal to temp.txt 一個存文字文件 對吧 然後 convert 然後 temp.txt temp.jpg 雖然這是惡搞 你把一個存文字文件 然後變成一個 JPG檔案 OK嗎 好 絕對會過 那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做的事情其實是 誒 這個是剛剛的那個檔案 右的那個檔案 那我去找那個右的圖片 等一下 temp.jpg 他就是開了一個A4檔案 然後把文字填進去 結束 那 再來是 其實還有別的做法 就是我們convert 剛剛有講 就是 它是ImageMagic 所以實際指令你要去看ImageMagic 那比如說 temp.jpg 然後temp.jpg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bmp bmp jpg jpg 不行啦 我說一下 這邊只能轉 open的格式 這些都open格式 還有一個東西是 WeBwebwebwebwbw Web Investment 這個要另外裝 Library 算了 open Anytime 所以我們剛剛轉了 轉了什麼東西 bmp gif 然後jpg最早 bmp 剛剛開了 ipng 來源開頭轉一下 絕對不是去開軟體 我們一樣可以去驗證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file.txt jpg gif png bmp bmp 比較特別 因為它本身沒有header 我記得啦 它沒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header 所以它會變data 其他的其實header都解出來 所以它真的有在做轉檔 而且size都很大給你 Linux還可以玩什麼 Linux剩下都要玩server server有分很多種 如果你要從頭看到尾的話 我可以大概列給你 從 類似dnsserver dnsserver有個最厲害 全世界都在用最高級的server都在用的 叫做bmp 我記得它現在是900 我看的時候是900 這個 這邊就是從dns 最基本的開始架 如何把一台dns架到完 架到完 那我們通常在 中華電信 dns 我看羊羽圖片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如果你去中華電信 申請一個domain name的話 它的下一步會叫你填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通常是填人家的dnsserver 或是你自己架的dnsserver 那目前有很多免費的很好用 所以通常都是填免費的 可是在我玩網路的時代 免費的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後來都自己架 可是自己架dnsserver 有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就是當你的dnsserver 跟你的web加在一起的時候 你的網路斷的時候 大家都找不到 包括dns也噴掉 dns是一個樹狀的結構 它會從路的開始 然後往下一層一層快取 當你dns噴的時候 馬上按起來之後 沒有人知道你在哪裡 聽得懂我意思嗎 沒有人知道你在哪裡 因為上面有快取住 你原本的IP是什麼地方 你就算餵給它 它可能要等六個小時之後才會生效 所以自己架dns 風險是非常高的 那我簡單講一下dns架構 dns架構其實很簡單 從這網址開始看 從tw開始為root 網址都是從後面往前看 不是從一般順序看 所以第一層 它的這個叫做 那個 反正這叫做根育名 我叫做根育名 它是最root的那一個 所以從tw分到.com 然後才分到你家 可能你家叫做google 然後之後你就可以去控制你的soft domain 比如說我新增一個叫做三個w ok 它整個路是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數 然後從後面往前漲 然後呢 你可能會想叫做中文名稱 對吧 中文名稱很帥很屌 那中文名稱怎麼打 它叫做 pun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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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一下 試試看 punico punico 哦 對對對 它叫punico 這個才對 這個東西很有趣就是 它可以把任何UTF8 或是任何語言 轉成網址格式 網址格式很特殊 它不像是 URI encode的話 它會一個person 然後 XX20 之類的東西 然後 這是網址格式 因為 那個什麼 網運名稱裡面沒有person這個符號 所以不能用 網運名稱甚至只有一個-的符號可以用 那可是如何顯示中文 那 你可以去找這個東西的轉換 比如說 Converter OK 好 好 好 注意看囉 你好嗎 然後 Converter to punico 就變這個 它長這樣子 它是XN開口 減減 然後後面是 奇怪的編碼 那 或是這邊刪掉 把它貼過來 OK 好 那這東西怎麼用 這東西很好用 我教你 就是複製 然後呢 貼上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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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先不要管它長怎樣 好 那按Enter之後就是中文 OK吧 那 所以 如果你去複製它的時候 貼回來的東西其實是英文 OK 這就是一個互轉換 而且在瀏覽器內建 然後 所以如果你自己有網域名稱 然後想給它前面有些Special的話 你就這樣玩就對了 OK 這是網址 那 好啦 這扯遠了 這邊是DNS 這個格式任何DNS Server都支援 因為它就只是一般的RC Code 2 的編碼 這個 所以你出去的時候 網址應該是這個 而不是中文 因為 我說過中文網域本身是一個 不流通的東西 那你是不是要轉成這個 只不過這個 貼到網址去 它自動會轉成中文而已 好 好啦 真的啦 我沒騙你 欸 他把我吃掉了 看一下 再試一次 點 不行 他把我吃掉 算不理他 好 就這個轉換 那 所以如果你要玩DNS Server的話 可以從這邊來玩 那 它玩其實可以玩到很多 比如說你們家如果是動態IP 的話 就可以去設定比較小的Catch Timer 那Catch Timer比較小的話 有缺點 就是因為 那一端會一直去問你IP多少 IP多少 他不會在他上層的Catch Timer 就丟回去 他會問到你這一台 所以 如果你的Catch Timer 會設到很小的話 你可以讓你的IP一直變 都不會有事 那 只不過缺點是 你的DNS的那一台流量會變高 而且可能會被攻擊 那後來牽涉到攻擊就比較尷尬 像是我們DNS 然後什麼 很多攻擊手把 他的重點在於 把你的DNS Server 綁掉綁走 綁走之後呢 他就可以去做XSS攻擊 因為我們的瀏覽器 是用DOMAIN NAME去認到 他可能是做CDN 然後把DNS 拉回來 可是那一台的網域名稱 導到你家去 你就可以為他 特殊的檔案位過去 然後他就會 執行成功 那個DNS 成功之後 你就會被偷東西 偷走或是惡搞一些東西 大概就這樣子 好 然後DNS開籌結束之後呢 還有一個全世界最難玩的東西 叫做Mail Server 好 那SNTP開始 那SNTP Mail Server 我記得他叫做 他叫什麼東西 我忘記了 欸 對 SNTP 然後 他一個東西叫做什麼 忘記了 欸 有一個困難的 一個簡單的 欸 Posifix是簡單的 然後 他原生的那個叫做什麼 我真的忘了欸 糟糕 他有沒有 沒有 Posifix 沒有沒有沒有 喔 這個是 那個DNS要設的 就是你MX 就是你的 一些反解 就是你的Mail Server Mail Server 到底在哪裡 這件事情 這邊 後來都不信 不太信任這個 因為後來都變成那個 廣告信 或什麼東西 對 然後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我等一下再說 這邊都在解釋一些什麼 然後 可是 這邊只有Posifix 他 我找一下好了 然後 喔 SendMail 我記得是SendMail 那 可是這東西很難架 因為他的東西 欸 非常的多 而且 他連什麼 relay啊 廣告信啊 什麼 一大票機制都有 所以這邊 非常非常困難 然後 甚至我自己都不會架他 不是 我有玩過他 可是他因為他太難了 所以不建議 所以 後來不建議用SendMail 然後建議用 改用Posifix 欸 啊 就算到Posifix 他也很困難 我說一下 困難點在哪裡是 有一台Server 用IP發出一個Mail 然後給另外一個人 啊 這個Mail 確定是他發的嗎 OK 光理清這個問題就好了 然後再來是 有relay的時候 如果整個人轉到不見的話 怎麼辦 那這邊都是他的Mail 的部分 然後因為他有太多的歷史包袱 可是卻又沒辦法解 然後後來出了一大票的東西 去幫他做好一點 可是那個疊起來量很高 因為他是 我是說他有歷史包袱 然後就一直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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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 然後越疊越高 越疊越高 導致你現在去搜Mail啊 就是你去Google啊 你可以去看他原始碼 然後裡面就有一大票的黑的 去驗證說 這封信不是廣告信 真的 他可能會超過內容 他一大票黑的都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最常做的東西是 就是 欸 我想一下喔 那個我忘記了 DNS的p 欸 那個叫什麼 反解 看一下喔 廣告信有個p什麼鬼東西的 喔 spf the tax spf logs寫在哪裡 原因是因為 你們都知道DNS裡面會寫一台Server的真實IP多少 對不對 這是最基本的 那 spf 是給 spf 寫在DNS裡面的一個小的tax record 它上面會寫說 如何驗證這個Mail Server 是我們家的Mail Server 那 所以裡面就會寫說 那 所以裡面就會寫說 像 這邊有沒有寫 這邊有沒有寫 喔 類似這個 欸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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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個 這是反解的 我看一下喔 spf 我 的 generator OK 這邊就是專門去 build 比如說你 domain name叫做google.com 前面就會有這個 然後 後面要認證 比如說你的 欸 這是版本號而已 然後 後面有個 sendof nx 那 你的DNS裡面會寫 nx 在哪一個ip 所以 它的第一個驗證 就可以這樣子驗證 甚至是 裡面可以驗證說 我裡面的 DNS 沒有 我發信的方的那個 ip 是我的 其中的一個 domain name 是一模一樣的 匹配 那 收到信的那一台 Mail Server 就會去驗證你的 spf 這個tax 然後 去抓出你的設定值 然後 再去驗證 來源方的那個ip 是不是符合這個 格式 對 那有加這個大概 80%以上 只要是你沒有亂發 Mail 大概都會過 不會到垃圾信去 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 啰嗦的東西 好 然後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玩 欸 NRTG NRTG 這個是一個 很老 的協定 我找一下 給你們看 NRTG 找NRTG的時候 我建議先找這一張 這個就是NRTG 那NRTG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 欸 它其實是一個很古老的協定 就是每一台serv 或switch都可以丟出 NRTG的封包 到某一台serv去 那那一台serv就可以開始lo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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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圖畫出來 懂得解嗎 那圖怎麼畫 我們剛剛已經教了 就是 你去拿ImageMagic 或GTA把它轉出來就好 可是你要先有data 好 那 NRTG 很多說 因為 欸 欸 好啦 這邊略過 它其實就照著步驟做 可是呢 它用的協定叫做 SNMP SNMP 然後呢 NRTG就是把那個 SNMP的封包 拉回來 然後再把它畫出來就好 那什麼是 SNMP OK 我說一下喔 它叫 Simple Network Manager Protocol OK 可是呢 它最被人在幹狗 是它一點都不simple 好 我說一下因為它很機車 就是 它很機車 它不是一般的HTP 或什麼拿到東西就算 它有一些驗證 然後一些規格 然後寫那麼多版本 它一點都不simple 我之前本來想寫一些服務 去做它的東西 可是看到後面 算了我自己寫HTP就算了 所以你要架這個 你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因為它的 它的複雜度還蠻高的 因為它有分它很多的類似 然後要做什麼東西 對 所以它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好不好 可是它叫simple HTP都沒加simple 沒有 一點也不 我就說它 它是一個 我所有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歷史包袱 就是 當初驗證 不是很棒很棒很棒 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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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Fate32 最多32G 那種鬼東西 當時就認為夠了 可是現在來說 這什麼鬼東西 根本就什麼都沒有 有做跟沒做一樣 那些都是歷史包袱 那所以 沒辦法 反正就已經傳生了 還有什麼東西 想一下 快幫我想一下 我想到了 我幫你寫 我們之前有做什麼 Louting 或是什麼東西 可是那些太難 它叫做 IPtable 那 可是那邊是一個顯學 就是 你要去建什麼 ACL表 然後 指徑 聽什麼PO 然後出什麼PO 大概都要玩這一些 這個 我建議你去上一堂課 它叫做 CCNA 對 方偉強 對 方偉強 基本上就IPtable的寫吧 那 CCNA大概都在練這個 包括 剛剛的 SNMP也有 然後還寫很多的 什麼 ICMP也有 之類的東西 鬼東西大概都有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 協定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跟著幾個人 然後強迫我們把 那個 強迫我們老師把 CCNA的課全部開完 開完要去考證照 然後 沒有錢 算了 沒有 我大學其實可以 考到什麼 SCJP跟 CCNA一次可以 錄兩張的問題 可是後來 150塊美金去考那個 然後只能用一年多 兩年多 三年多 三年 好像就算了 對啊 只不過你可以印在那個 你的 名片上印他的Local 看起來很帥 可是 後來就算了 然後後來 我遇到的每一個 就好工程師 我問他說 你們去考證照嗎 SCJP 或是什麼鬼東西 然後他們後來就說 沒有啊 一張都沒有 所以後來 還好我都沒去考 該丟寶 丟寶 什麼東西 上次那個Eason講的 喔 好啦 沒有啊 那個很困難 呵呵 好啦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可以講的 蛤 VPN 說到這個 我有一篇文章中 你們在寫這個 因為我們家有用 然後 如何加一個最安全的OpenVPN 在 在在在在 在 對 哪一顆 拍就可以拿來做了 我們家SERVER很多台 都很貴的 然後入口方是一個很小的牌 呵呵呵 我說一下 這是有原因的 第一個是 你們家的SERVER通常會曝露在外 原因大概都是防火牆 然後可是因為你們有管控的需求 所以可能會開22POW 就是SSHPOW出去 SSHPOW出去 那SSHPOW你們可能開成證書型態 可是證書本身是可以被複製貼上來 它本身是可以複製的 了解嗎 所以對我來說還是不算安全 那再來是 你們有 10台12個 可是你們就開了10個POW出去喔 這樣你每一台都會被打 這是很囉嗦 那所以 然後再來是連號的問題 比如說 你有一台Web 那22POW開著 那明明就是吸引人家犯罪嘛 不是嗎 那所以對我們家就會 比如說我們家有幾台SERVER 可是都一樣都開22POW 可是到Web那一段時候 全部都把它擋光 就是防火牆的時候就把它擋掉了 然後我們留一個特殊的IP 跟一個特殊的POW可以對外連 那個東西就是VPN 那VPN就在做這個 那這一台就可以做 那這邊是做法 就是你如何配置好一台Pi 然後去安裝OpenVPN 然後把它設定到完的方式 然後 這邊還有幾個東西就是 NTP要對 就是你的Clock要對 不然你在注意做換Key的時候 可能會噴掉 因為你們兩個的時間差是有差異的 那SSL系列 有在算時間差的 所以你真的差太多 可能差到天的話 你可能會沒辦法Match到 那我說一下我們真正做的做法會 你如果把這邊做完啊 你可以有這個東西可以玩 連接 你要先把這個做完 做完之後呢你可以用一些 比較好用的軟體 OpenVPN軟體 那我找一個是 我朋友最近推薦的啊 我是用那個Tunnel 然後他用的是什麼 V什麼鬼東西 好像這個 我最近想要玩啊 我還沒有時間去玩它 因為我朋友說它不錯用 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 OpenVPN軟體 只不過 好像是4Mac 有Windows啊 那 連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有類似這種圖表 因為你一定會連過去 那之後流量都是從那邊出 所以就會有這個 可以玩 OK吧 然後 如何demo 我目前就可以demo給你看 比如說 我們的 買IP 我偷懶 然後 把這邊是這邊的IP 對不對 所以118就是這邊的IP 看到不要打 然後 所以我去換我的OpenVPN VPN就會開始連 連連連連連連 OK連到了 那之後呢 重新整理 換掉 這是我們家SERVERIP OK 所以這就是VPN做法 那 為什麼要用一台Pi呢 因為Pi很慢 對吧 就是 以那個SERVER等級來說 Pi是很慢的那種機器 你要讓 HackFriendly 提供它一個高級設備 然後可以快速入侵 的動作 還是拿一個最爛的設備 然後慢慢戳甩 對不對 所以通常我們家會留 一台或兩台拍 怕一個掛掉 還有另外一個可以被 可以被進去 那流量不用太高 可是我們家很常就是在音樂開著 然後OpenVPN開著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用SERVER的流量 好不好 好這些是熱稿的 OK 這是OpenVPN 然後還有什麼 快想得到的 其他還好 我其實不太玩 Dexful Talk 就是那個UI那一種 因為 我覺得UI還好 就是 反正你裝了 然後可以用 然後有時候吞掉而已 然後我用的SERVER 大概都是UVANTU的 就是 或是Debian 我是跑走Debian 是因為 比起別的Dispution 比較無腦一點 反正你的DB裝了 就OK Bash Bash要去令一下 就是你可能 平常打一些指令 然後要記一些 指令之類的 就是一般的Bash 然後 就這樣 喔 這瓶都是耶 好啦 SERVER SERVER就是那個 網路上的方靈 無聊架一下 可是SERVER沒有比 NFS快 如果你們家 我說一下 SERVER真正對接 絕對不是用 網路方靈對接 因為那很蠢 因為網路上方靈 網路方靈 它會增加你的 那個 package大小 而且它會有一些 探測的方式 就是它可能會去找 找隔壁啊 找什麼東西 可是 真正對接不會這樣 真正對接 大概都是用NFS NFS File System 前面是我記得 叫做Network 找一下 找一下 對啊 Network File System 那就是 你把某一台主機的 某一個目錄分享出來 然後到別台去 那別台可以用透過網路的方式去 Mount 那個路徑到自己 Local來 那所以像我們家 可能 像我們家的Web 可能兩三台 兩三台Web 可是 每一台主機都會有人 上傳一些檔案上來 比如說 A主機上傳 有1號使用者 1號使用者 上傳了他自己的身分證上來 2號主機的2號 B主機的2號使用者 上傳了護照上來 可是你去後台管理看的話 你可能會亂跳到其中一台 可是會缺檔案嘛 對不對 所以這種時候就會做一件事情 你去其中一台 或是到另外一台主機 他把他的檔案的那個資料夾分享出來 一次打三台 那之後呢 每個人上傳的目的 其實是分享出來的那一台 那這樣子大約都一樣 那這個就是NFS後來在做的東西 都在做這個 所以他就可以把某個目錄分享給人家 而且他有他驗證的方式 OK 其實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是NFS 所以說看我來簡介好了 我自己打了打好久 DHCP DHCP也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一個 我說一下 DHCP 他有他技術背景 就是如果你CCNA上完的話 他其實只在做IP分配 可是他沒有做NAT 有另外一個專門有名詞 叫做NAT跟PAT 這樣的東西一樣 一個是Network 一個是Pore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IP 他有很多Pore 對不對 然後把那個Pore拆拆拆拆拆 分給不同的Private IP的方式 那個叫做NAT或是PAT的轉換 可是DHCP只拿來配IP 沒有做NAT或PAT的轉換 對啊可是後來大家都把它混在一起 說DHCP就有包含NAT的動作 其實這兩個事情是分開的 好不好 好 NTT Samba Proxy Proxy我們家有在用 就是我們家有一台SERV 很機車 就是我們開發票系統 他開發票系統怎麼串呢 他是IP對IP串 所以我們要去廠商那邊 廠商那邊填錶啊 什麼東西送給他 然後他就說 那我們就直接跟你的IP對出 這樣有好處 因為你DNS不會怕被截辭 然後很多問題沒有 可是Rate反而我們家的SERV 有好多台耶 而且我們家產品系統有好多台耶 可是我們每個產品系統都要開發票耶 對 所以我們就勢必要開個Proxy 去轉送開發票的訊息給廠商 那不然我們要開 Anyone 我們家有做啦 他其實就是一個轉送的機制 那可是這邊會牽涉到一些問題是 轉送的時候 或可能會有header會進來 就是他會幫你加一個 比如說HTP裡面 他會幫你加一個 比如說Source IP的 什麼之類的東西 的header會中進來 然後你家SERV就收收了 因為你的上一站IP其實是Proxy server 可是你要取得User server 其實是那個Source IP 對吧 HTP header 裡面寫的IP 你也信 聽懂嗎 HTP header可以改嘛 對不對 順利IP可以改嘛 所以後來有人寫了一篇 那個什麼 然後PC Home那個IP 然後換喔 我記得叫入侵 怎樣更換IP 好像沒有了 我忘記了 那個東西是黑局發的 就是 對那可能沒有了 反正他就說很多各大網站 什麼Yahoo 或什麼一些sever 其實都可以用更換HTP 是header的方式去換它裡面真正的IT是什麼 就是那個request 因為他認錯了 或是他沒有寫過一些認證 這是Proxy server的安全的部分 然後 後來這些都是FTP 然後我說一個有趣的東西 我們在 我們在 上完CCNA之後 那個 老師很無聊 因為我很快就上完 然後 聽了沒幾個 因為聽的人就沒一些 比較 對電腦比較有興趣 聽的人 有兩個 就直接 永遠沒有辦法畢業 因為他就留在那個 學校電算中心 就被抓下來了 一個是我 還有一些人 其他的 因為我們是日校 我們就跟他說 反正你在學分費不用錢 或什麼東西 來幫我們報課 然後我們就直接把它 硬開開起來 因為課程結束之後很無聊 然後 老師就開始上一個 入侵攻擊的方式 然後教你如何去入侵攻擊 然後 如果你有落盒之後 你可以幹什麼壞事 那其中一個就是FTP FTP 當時 明碼 從頭到尾都明碼 FTP 只要是沒有加密 然後他有分兩個 分兩個東西 他很好笑 他叫做 SFTP 跟 FTPS 一個是用SSL 裡面跑 FTP 一個是FTP 有支援SSL的功能 我沒有再說到口音 這真的 反正你去查就知道 然後 因為他第一個 風暴是你碼 所以你只需要在那個 高體一點繞的 我們家 以前需要繞的是那個 SYSCO的 裡面有什麼IOS可以玩 不是現在那個IOS 然後 裡面可以設定去 譬如說做Pomero 或是做一些擷取的動作 你擷取動作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你只要擷取 對外的Pol為21 的第一個風暴 錄起來 沒事 錄起來就好 之後 什麼都有 然後 聽說 聽說摩老師真的有這樣做 實際狀況 我知道 可是現在 已經不流行FTP了 對 反正那是以前時代的東西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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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P PXE PXE很久 可是現在應該比較沒有人在用 他就是一個遠端開機的服務 就是 你有 以前我去網咖工作的時候 他們就用PXE開機 就是 每台主機其實都沒有硬碟 然後 他開機的時候 那張網路卡 他的 RAM是特製的 他開機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先去找網路 去發一個Broadcast出去 然後去跟人家說 第一個 給我IP 第二個 是 我的東西在哪裡 就是我的OS在哪裡 或是什麼東西 然後用PXE機制 就會開始把整台電腦開到完 他沒有硬碟都沒關係 這就是PXE 然後 可是後來比較少看到了 因為後來人家 硬碟變便宜了 不要虐待 不要虐待 XE 這邊有分兩個 一個叫做 XE跟KVM 那這個東西 VM Web要把它丟進來 我不知道 XE跟KVM 就是目前 比較 很流行的 那個Vegium Machine的方式 那這個東西在哪裡呢 在你通常看不到 可是你應該有用過 如果你有租過虛擬主機的話 大概都是用他們 那他就是 比如說我可以開始切 比如說一個CPU 切多少 然後要幹嘛 那其中有一間公司 有一間公司叫做 Ce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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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完全全獨立核心 那 可是他有個缺點 不管是XEM 或是KVM 沒辦法再做 二次虛擬 對 因為他是從CPU層 就可以切 我說一下他是怎麼切的 因為 Linux有支援 他的 類似 類似 他的root 那些都可以切開 所以其實那台電腦 只有跑一個OS 一個OS去 去再把他檔案目錄全部分享出來 那只不過他認某一個檔案目錄 是某一台機訊機 裡面的東西 他是做半虛擬 不是全虛擬 全虛擬 全虛擬是指說 我連CPU 記憶體 顯示卡 全部都要虛擬出來 可是半虛擬就是 他有一個host 然後他去把他的檔案 做配置 或是一些技術方式 把他虛擬除另外一台主機 可是其實他還是吃原本host的東西 所以他的速度很快 而且基本上沒有太多數號 OK 那可是你會發覺 我今天做了一個虛擬主機 然後我想跑十個網站 可是十個網站都彼此的dependency 就是他的相應性很重 那可是我不可能把這個VM 灌十套OS 或是比如說我灌ubuntu 可是另外一邊確實是一定要用 SendOS或是Feedora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所以後來這一層 這是其中一層 這是最大媒美層 後來才出現了Ducker OK 才出現Ducker 那Ducker的好處就是 可以在一個VM裡面 去虛擬出任意多個container 一個container就是一個容器 那容器裡面就可以包你的 執行的東西進去 可是Ducker不算VM Ducker只是一個環境的包裝 把那個包裝包好很好 然後把那個程式活在這裡面 然後把相應性解決掉 就這樣子而已 OK 所以前面那個叫X1M或是KVM 後面的那個 要質詢以後叫Ducker 所以Ducker就很紅 Ducker真正吃的流量只有 那一支程式吃的東西 它不是整個OS 它是把那些相應性都包好 然後把那支執行檔 然後衛進去那個環境裡面 然後把它按起來 所以如果你去那個VM的PS 你就看到一大堆Ducker 開個直程序 全部都列在同一個 process list裡面 因為它每一個Ducker其實都是程式 它不是OS分身 好 然後 誒我講到哪去了 X1M 誒 我看講光誒 鳴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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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還有什麼問題嗎 其他的VM VM跟那個什麼 emac 這個是 萬 那個什麼萬年的 那個 比讚的題目 買個比較好之類的 就是 VM是一個Editor 然後 emac是一個OS 沒有這是笑話 它其實也是一個Editor 你們可以去學習一下它到底是什麼差異 那連Bash本身都有人在讚 因為 後來出了一大票的Bash 比如說 那是什麼 Bash ZSH 然後一個叫做Fish 然後還有很多 連Bash都出很多套 因為它的基本教育的思想不一樣 好 喔 然後還有什麼 欸 Ninux還有什麼 蛤 蛤 除了亂架車有亂玩之外 喔 還有攻擊人家嘛對不對 對阿 好啦 好啦 我去說別的啦 我不喜歡攻擊別人家 那 像這一套就是T-MAX 然後這個東西叫做SQUIN 對不對 這東西叫SQUIN 那 通常我們 如果執行一支程式的話 如果關掉T-MAX的話 它就不見了 對 因為它被Cue掉 因為它的宿主已經離開了 那 為了讓一支程式還能活著 繼續活下去 所以我們勢必要用一些東西 讓它維持住 例如說 我寫一支程式 Evin Evin Lubado 欸等一下啊 有摩擦 告訴你 噢 是 這個 是 是 我 這個 是 哇 有人 OK,這是一支程式,這個程式的目的很簡單 這是一支印的東西 對吧? 它就是印目前的時間出來 然後... 有的沒有的 它是一支程式 那... 我說一下以原本的方式會怎樣子 就是... 等一下喔 1.1.46 這是... 誒,我沒讓一支程式 可HTOB不對呢,它看不到 好,沒關係 啊,不對,它真的看不到 Paset是太多了 誒... 喔,有機會 不對,還是太多了 那... Q OK,然後所以如果我去執行那支程式 OK,這邊會有一支 Ruby.roof 就是我剛剛指引那支 在這個tape 對吧? 它會一直跑 那...可是... 你先看大概還有 就是... 反正我就是讓它... 它還在這邊 好 那可是我關掉的時候 它... 它會不見 剛剛那個不見了 好 那所以... 可是這樣很... 很大的缺點是 那我... 我該怎麼辦 我想把一個... process 保留在我的背景去做運作 好 那所以... 你有幾個指令可以用 一個是Screen 最常見的啊 用Screen就好 因為... Screen大概很多的 server都有內建 就直接用就好 那Screen之後呢 你會... 這是說明而已 你會開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好 那... 我們再去做一次... 剛剛那個 OK 它開了齁 然後之後這時候 按快捷鍵是Ctrl AD 可以跳出去 好 那你去看一下Screen-LOS 這... 那一個是我們剛剛開了... process ID 是... 4505 然後它的... NAME好像沒有NAME用 那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做... -R 好 那... 4505 回去 好 那Ctrl AD 回來 那你甚至可以跟人家去share它 剛剛那個terminal畫面 還可以一起打指令 它叫rx 我們之前都是用rx來做教學的 好 就是用terminal方式來教學 然後之後呢 我實際弄給你看 就是... 1.16 所以Screen-LOS 先看有沒有 Screen然後-Rx 4...4505 OK 有有有 你看那個比較小啊 這邊比較大 呵呵呵呵 然後那個旁邊那個就是邊界 人家畫面的邊界就對了 那所以如果我... 我縮小一點 欸等一下 我記得... 對它會固定住 因為它一開始會認最小的那個 我邊界 好 然後我這邊關掉 這邊也會看到我關掉 好 所以我這邊打... 另外一邊這邊也會有 OK 它其實兩個連動 好 這是第一個 然後... 我退啊 這邊也會退 因為我把它Q掉 那... 還有另外一個指令是tmax 其實我剛剛有用啊 就這一個 那... 可是tmax我記得一個主機只能有一台的樣子 可是它其實不用擔心這個 因為它可以直接一直執行它 比如說... 你要連到tmax很簡單 然後就tmax ok 就會一樣 那... 可是tmax比較好的地方是... 這邊比較小啊 這邊也會看到比較小的那個 那這邊... 我應該把它拉成兩個對不對 拉成兩個你看看 等等... 你要搞人家的話就把它縮小 呵呵呵呵呵 好... 還可以再把它拉大一點 然後後面那個也會拉大 對吧 好... 那,我應該玩小一套 之後其實他可以用,他的筷子指定是Ctrl-B 因為A被人家用掉,Ctrl-B問號 你可以看到他有一些奇怪的特殊的用途的方式 那我玩給你看 譬如說Ctrl-B的Person 分離兩個,然後Ctrl-B的 那個什麼,號,可以變成這樣子 那之後Ctrl-B空白鍵可以一直排 然後呢Ctrl-B 按完Ctrl按著,然後按上跟下就可以調位置 OK,那Ctrl-B上下左右就可以去調不同的分頁,比如按上 按右 你要打到哪邊去 那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他最強的,我其實最常用的是Ctrl-B的C 你可以增加一個,這邊會變第二個 這邊有0跟1 那我再Ctrl-B出來 2 3 那譬如說 IN 3 那 你可以用P跟N去切 IN2 IN1 所以PPPPP 你就不用那麼多視窗在那邊切嘛 對不對 你就可以這樣子切 那下面那個會動 好,他其實就是你的Table列 只不過你沒有滑鼠去按他 然後 其實你直接關掉就OK了 對,因為我記得Ctrl-B,D也會跑出去 之後你可以用attach進去 對,一樣的 這個作用跟Screen一樣 啊,所以有很多人 那個買大螢幕啊 然後就開個 那個 然後在那邊騎騎騎騎,然後就覺得他很帥 其實沒有啦 等一下,我跑到哪裏去 然後再來是 好玩的 我看一下有沒有好玩 欸,我的魚跑到哪裏去了 阿葵啊 欸 我鯉魚不見了 喔唷,我找到我的鯉了 給你看魚 啊 CD 好,我已經沒事情做了 所以我打一隻魚 耶,這是魚 相信我他絕對是魚缸 然後 然後 沒有啦,他其實不能餵 他其實只能看而已 然後就跑出很多魚 這樣比較好看嘛對不對 然後你無聊到時候去抓這個東西 然後放在那邊 然後你開一個 T-Max 然後其中一邊 一塊就是養這個魚 多帥氣啊 對不對 然後我弄給你看了 T-Max 我在國外公司大概都這樣玩 然後 然後 這有開過牛的,你應該都會牛的 牛的那個很low啦,真的啦 可是這要另外裝,因為它是pro的 然後pro的一些Library要裝 那你就在一邊養魚缸 然後我記得上面還可以玩什麼 二螺絲方塊啊 你要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都大隻了 這個就可以嘛 我就說Linux很好玩啊 可是你要玩到有趣的東西才可以 還有什麼啦 我們今天是來講東西的 好 其實對我來說Linux就 就 認識 玩Linux最快的方式 絕對不是自己玩 我建議你們去參加一些社群 Fidora Ubuntu 或是 額外的 SendOS 隨便 對啦,我是Ubuntu的 不行 好,其實你加入社群之後你會認識很多的大大或是跟著差不多的人 然後 之後 好啦,我是Ubuntu社群 然後 之後 其實就大概就太切磋了 然後你會遇到像我本人寫Ruby 我認識什麼 Perd 然後什麼不同言人 譬如說PHP Python 然後Java C C-Shark 那些都有 然後之後大家的 Dispution也都不一樣 那些什麼 ASH 然後 SendOS OpenSource 什麼鬼東西 那一大堆 然後無聊大家都來嗆 然後就說 那什麼鬼東西 那個爛東西你今天還在玩 然後來來來,我們來玩ASH 好啦 Anyway,這樣子 最快 所以後來搞的 我的Plan上面都一大票 奇怪的工程式 然後無聊到處都會亂嗆 再嗆一些有沒有 對 啊 這樣最快 因為你的 你每天其實一直會收集到 吸收到一些薪資 對啊 人家有什麼 惡搞的東西都會傳給你 新的資訊也都會傳給你 所以我很多的奇怪的東西也是從他們來 然後反正 就 彼此共享互惠 所以我會希望你們去 參加別的東西 然後 我這邊無聊來陪我一下就好了 好不好 好啦,今天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OK吧 錄影結束 謝謝